陝西連日暴雨 2024年7月19日晚間 陝西商洛市扎水縣一座高速公路大橋垮塌 據悉 坍塌的是丹寧高速公路 水陽斷山陽方向K46加2百處的岩平尊2號橋 截至7月21日19時 據中共官媒《新華社》報導稱 遇難者為15人 目前已經發現 坠河車輛7輛以及1人獲救 還有18輛車27人失聯 由中共關於隱瞞災情 外界懷疑實際情況可能更為嚴重 大橋垮塌時 因為天黑 很多車子都掉了下去 但是也有幸運的人 被附近村民攬一下而躲過一劫 孟先生告訴陸媒《新京報》 自己快開到斷橋的地方 被停下的人叫停了 有村民鞋子都沒穿 就趕到橋上攔截車輛 慢點慢點 前面塌房了 塌房了 收拾了 不得斷車輛下去了 好好好 趕快趕快 7月21日 由中國抖音網友發視頻顯示 在水特大洪水過後 性平鎮一片泥澡 有房屋 農田被撐毀 道路垮塌 陸媒《香江晨報》記者採訪 在水縣委宣傳部工作人員 關於大橋垮塌的原因 當地政府人員說 時暴雨山紅導致高速公路大橋坍塌 但是不少民眾表示 這是又一起豆腐渣工程引發的悲劇 當地村民說 好幾年沒漲水 突然漲一次水 橋就塌了 肯定是這樣有問題 微博上有很多網友議論說 橋是最結實的橋樑 這才下多大雨 塌了不能把責任推給雨 又是暴雨背鍋 網友說 這跟雨沒關係 它衝進的是橋墩 而垮塌的是橋面 橋面 就這種豆腐渣工程 說沒有弄虛坐駕 貪腐勾結 老百姓能信的過馬 據悉 當地政府為了修建 這條長36公里的高速公路 總共投資了96億元人民幣 通車還不到一年 網友郭德純說 2023年才建成通車的 陝西交控總承包52個億中標 這才沒有一年 就這種豆腐渣工程 沒有弄虛坐駕 貪腐勾結 老百姓能信的過馬 還講物理原因呢 就是腐敗和貪污 還有一位網友說的好 以前的豆腐渣 現在全部在慢慢的出問題了 一切是如此 現在中國各地 都有很多豆腐渣工程 慢慢顯現出來了 2024年去15號中午11點 廣東東莞巴達陸路面發生塌陷 一輛汽車行車記錄器畫面 真實記錄了 麵包車沿著塌陷邊沿 驚險駛過的畫面 幸好當時垮塌路面沒有車輛 不然十分危險 2024年7月初 中國某地馬路出現塌陷 一輛汽車就在塌陷路面的邊上 看起來很驚險 2024年7月8日 投資25.33億元整治 竣工才半年的河南鄭州金水河河道 一處湖泊塌方 長約5米 寬大約4米 大量泥土掉進河裡阻塞河道 又一段布島及護欄都受到損失 讓人感到不解的是 當地才剛剛下了一場暴雨 水位都還沒有漲起來 湖泊竟然塌方了 2024年7月11日 X平台網友于春菲發文說 中國官方曾信誓淡淡宣稱 金水河可抵抗百年一遇的洪水 結果暴雨一來 金水河的工程質量立刻原形必落 這25億元到底進了誰的口袋 在中共統治之下 豆腐渣工程頻頻出現 中國官員的謊言無所不在 所以百年一遇洪水 竟然成為了揭露腐敗和欺瞞的最佳利器 諷刺的是中國百姓 還要為這些被雨水輕易沖垮的 政績工程買單 這樣的荒謬治理模式還能夠撐多久 2023年7月 有視頻曝光 河南鄭州政府花費34億元 給金水河核道貼大理石磚 這是金水河貼上磁磚後的場景 有網友諷刺到 趕緊給黃河鑲個金邊 但這個漂亮的磁磚 似乎並沒有對金水河發揮排涼的效果 7月22日晚間鄭州下暴雨 鄭州市區大面積內涼 有網友發帖質問說 花上百億修建的金水河 在短短一小時裡被淹得體無完膚 一場大雨仿佛照鏡一樣的 把鄭州城市建設全部反映出來了 花了幾百個億的防漏項目 在暴雨前面沒撐過一小時 可憐的卻是普通的老百姓 這是鄭州金水河貼了磁磚的河道 漲洪水的場景 2023年8月4日 陝西省下轄307國道 武保黃河大橋護欄出現大面積倒塌 從視頻中我們可以看到 大橋上一側近200米長的白色護欄杆已經倒塌 有的護欄板摔成兩半 據悉 武保黃河大橋通車時間為2023年1月20日 才僅僅半年 大橋護欄杆就倒塌了 當地政府做出了如下解釋 2023年8月5日 武保縣政府發聲明聲稱 8月4日下午 該線出現冷雨大風天氣 武保黃河大橋部分護欄被大風吹倒 但官方聲明沒有指明涉及黃河大橋工程改造的質量問題 這次 政府把護欄倒塌原因甩鍋給了大風 2023年7月31日 河北省保定滿城一座橋梁坍塌 兩輛過路的貨車掉進水裡 2023年7月31日 北京市豐台區小青河橋局部坍塌 當時停在橋上5輛車掉進水裡 8月2日 北京市政府為了隱瞞真相 在橋上安裝藍色擋板 想阻止民眾看到此前被洪水沖垮的小青河橋 2023年8月3日 黑龍江G10 避免將斷橋補党 我現在在的位置叫西路河橋上 現在咱們看到的位置就是小青河橋 這個水呢 過來之後 水就再大了 然後那個橋呢 發生了問題 現在這些輛車沒有掉下去了 2023年8月3日 黑龍江G10 隨滿高速哈姆段 牡丹江至哈爾濱方向253公里至254公里 附近路段橋樑有部分路基被洪水沖壞 出現塌陷 有一輛車掉了進去 有當地官方媒體聲稱 橋樑路基塌陷是受降雨影響 網友表示 關鍵還是路基施工質量存在問題 2023年8月3日 吉林省長春市鐵北二路西橋洞 突然出現塌塌 一輛小車被橋洞上方拖漏水泥砸中車身 2023年8月4日 黑龍江省武昌有多鄉鎮遭遇大洪水 當地一座大橋塌成三截 中國古代有很多著名的橋樑如赵州橋等 都歷經了千百年的風吹雨打 依然矗立 但這些坍塌大橋 公路修建時間卻並不長 卻紛紛出現事故 難道是21世紀橋樑技術退步了嗎 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 流亡荷蘭藝人士范世貴表示 在中共統治貪腐體制下 各種建築工程層層轉包 但是大部分成本資金都被貪官給拿走了 所以施工方只能用很少的錢來施工 所以就經常偷工減料 這樣一來 大規模的豆腐渣工程必然會出現 中國民眾不光是要面對橋樑 公路的豆腐渣工程 就連異常生活起居的房屋也是越來越多的出現豆腐渣工程 中國房地產季頭恆大和碧桂園接連爆雷 北京當局承諾給中國居民保焦樓 但是這段時間屢屢曝光出建築質量問題 2024年7月1日 湖南諸州綠地城濟空間站小區業主披落 今年6月30日建築商交房時 他發現自家房屋天花板用塑料管就可以輕鬆捅穿 接著 天花板上水泥就像塵土一樣掉下來 辛辛苦苦買的房子 天花板竟然輕鬆戳個大洞 這房子該怎麼住呢? 開發商淡淡地回應說 這是質量上的小瑕疵 前妻為了便宜施工流地放線孔 只影響外觀 不影響安全 水泥強度不夠 是小瑕疵 樓盤能交付就不錯了 有網友留言說 豆腐渣工程太可怕了 簡直是不拿人命當命 關於放線孔被輕鬆捅破的問題 有專業人士說 的確是放線孔 但是後期填的時候脫工減料了 放線孔也不能這樣糊弄 我們在工地做放線孔 都要加紙鋼筋 然後再倒灰 美國華裔建築結構工程師Mr.于 告訴海外中文媒體 放線孔是必要的 問題在於 如果膠著混凝土的標號和彈度不夠 或鋼筋用的時候不夠 即使沒有孔也不安全 賀仔一大 它有可能產生裂縫 再大了可能就垮掉 2024年7月9日 吉林省遼原市龍山區 一個住宅小區 一棟樓房有四層陽台都脫落 陽台處磚塊露在外面 現場有大型機械正在拆除上雨的陽台 該視頻在網絡上熱傳 大陸網友紛紛表示 擔心多年的事 終於發生了 太可怕了 好在人沒站在陽台 否則真的是無望之災呀 2022年6月29日 黑龍江隋冷县 一個住宅小區 整面陽台突然坍塌 流亡荷蘭的藝人士范氏貴表示 當前主要原因是 因為經濟下滑 消費者買不起房 房地產資金回輪跟不上 無法繼續進行投資建設 造成大量爛尾 地方財政也因為經濟下滑而緊張 無法減免賣地費用 無論項目怎樣爛尾 財政收費一分錢都不會少 如果政府不返回賣地收入 再怎麼監管開發商都沒有錢投入 都沒有辦法保交樓 旅美士兵人唐靖遠表示 中共所謂的一切都以追求GDPR 都是一切以追求經濟為核心 只要能夠賺到錢 其他所有的他都不管 一切都不顧 不擇手段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 點讚 並且分享給您的朋友們 感謝您的支持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MING PAO TORONTO